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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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老警察 当然了 你的警员不长 可你是个老兵 在部队当了多年的联队干部 你应该懂得不遵守时间所造成的后果 陈队 我知道 你别说了 你知道 你平时不也是这样要求别人吗 可你去 当然了 这件事在你身上还是第一次 可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快回去吧 明天还有任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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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看 他来了 来 就是她 姓杨 大家都叫她黄毛 她就是那种哪里有床哪里睡 哪里有酒哪里醉的女人 月儿 我在后点见 好 妈呀 你吓死我了 死鬼 那人来了吗 来了 在后边的 走 跟我来 就是她 兰州来的五大老板 你可看准了 是她 我知道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事成之后我的酬谢费 你就放心吧 咱们以后还要打交道 好 走 好 五老板 五老板 杨小姐来了 好 黄毛 这就是五老板 五老板 这就是杨小姐 你们谈 你们谈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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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老板 长得真帅 十个姑娘见了 十个爱 是吗 你是 我姓杨 人家都喊我黄毛 以后还要请五老板多关照 对不起 你这法国香水味也太浓了 我有点闻不惯 五老板 有哪个女人不涂脂抹粉擦香水的 我只是离你近点 可我也没不穿衣服 你跟女人上床 那味才浓呢 难道你也闻不惯 好了 咱们就别说这些了 我就不信 但你们这行的 有几个不在外面沾花惹草 姑娘 别叫我姑娘 你应该喊我老太太才对 老太太 怪事 对 你在兰州没听说过云南十八怪吗 没听说过 云南十八怪 姑娘喊老太 草帽当锅盖 鸡蛋用绳子穿着卖 火车没有 汽车快 挺有意思 咱这边疆不仅风光美 姑娘也长得漂亮 人们都说河西巴巴 河东醋 宝红姑娘满海部 五老板 你看 我长得美吗 还可以吧 来 严谊姐 抽支烟 五老板 我说 你要不在这里打个鞭纱 你就会终生遗憾了 你知道什么叫鞭纱吗 不知道 就是劈头 好 请跟我来 娘姐 亮品带来了吗 贵小姐 干这行愣不长 但该带什么东西我会稀里糊涂的 好 好 我在哪 在这 吴老板 你看 吴老板还嫁孙 女人的电灯泡你处的还少 我怕有人来到处看看 那批货纯不纯 吴老板 纯不纯你自己不会看 怎么样 这玩意倒不假 只是那批货 这么说 吴老板还信不过了 不 咱们先做小人后做君子 样品顾名思义 就是代表货的质量 不然带来不就失去意义了 杨小姐有多少货 我是代人操办八件 价格 按当地交货价吧 一万九 行 就依你了 吴老板 你真好 既干脆又爽快 看干脆的事还在后头呢 杨小姐 我现在能猜到你心里想的啥 我想啥 咱们边走边谈 在这待久了会惹麻烦的 小心睡着牙 走吧 来 杨小姐 他们俩是我的伙计 来 把款子给杨小姐看一看 老板 接着 请吧 请看好了 杨小姐 你的心子我没猜错吧 我大老板是我肚子里的一条蛔虫 对本小姐的胃口支根摸底 杨小姐不再仔细数一数了吗 我大老板财大气粗 不愧是做大买卖的 甭多费口哲 就让人家称心如意 行了 杨小姐看我就行了 把白丸拿走 杨小姐 请 好 好 既然这样 这笔生意咱们非干不可 但愿心想事成 吴老板这么随和 我想兑货地点不会扯平 对 你不是说兑货地点吗 我想只能在旅馆 任何一家都行 而且由你来选 不能在旅馆 为什么 旅馆里不安全 再说 再说什么 怕有人设圈套 刚才谈价看前 杨小姐都很满意 看来 对我这个五大老板 还不太信任吧 我老板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初次见面 彼此还不熟悉 那你说在哪对 老板说到田霸 田霸 田霸我们不会干 我们从没在野外对过货 这么说就没办法了 五老板老实跟你说 货主说过不到野外对货他不干 好 行 就按你说的 在外面对货 既然这个条件都答应了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不 周围的人在看着我们 我们到那边去吧 好吗 好 好 杨小姐 我说的到外面对 具体来说是在大街上 大街上怎么对 你先把白粉撑好 我把钱赎好 在大街上找个人少的地方 双方一交换不就行了吗 不行 那为什么 街上人来人往 万一有公安便衣呢 看来你还是信不过我 我大老远从兰州来 能把公安带来不成吗 倒可以在哪个私人家队 我出来乍到对这里很陌生 是吧 行 我再去找找 找好了 我告诉你 月灵 你不是说过 让我在生意上关照你吗 现在生意来了 你晚上不是不开店吗 我到你店上去谈好吗 钱经理 你听我说 老板 再来 喂 我跟你说不行啊 钱经理 阿荣晚上回来 那么你到我公司来 我用车去接你好吗 这 宝贝 别错过良机 我告诉你 我们公司 现在正跟那个缅甸做玉石游牧生意 一笔就是几十万 我帮你做成这一笔买卖 比你开一辈子的服装店都强 宝贝 别犹豫了 好吧 你来车接我 好 就这样 再见 快点 就这么点 你看看 手都发抖了 我说阿荣哥 你别老鸡蛋里挑骨头 宝利给你盛的就不少了 就是 我看倒是你的盆不小 像猪草 还没结婚呢 你就吓着他 你一碗里的菜咱那么多 好好好 我再给你加点 这还差不多 哪天你俩办喜事 哥我多出点力 你怎么看见 宝利学坏了 静大哥开心 谁让你嘴馋来着 宝利不疼哥哥 那就算了 你呀 有大美儿子疼着你 我说阿荣 你就能跟宝利有能力 一回到家就像老鼠见猫似的 对 你说的可真相 你呀 算说对了 咱当副连长那会儿 他刚随军 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他 那个时候我的话对他来说句句是最高指示 现如今就不行了 人家开了个小服装店 挣了两个钱 一打扮敲起来了 可咱呢 从转业到现在是只涨糊子不涨钱 这家庭地位是一日千里的往下跌 就说不上谁管谁了 你哪知道谁管谁 阿荣哥 这是好事吗 谁有本事谁管家 你没本事你不管家 那你也静心不是吗 好事 好事 好了 咱不谈这些了 大家想一想 黄毛为什么把对货地点一口咬得这么死 这里面好像有什么文章 要我说呀 把他抓起来不什么都明白了吗 你凭什么抓人家 他虽然说有八件货 可咱们什么也没有看到 对呀 不能随便抓黄毛 你一抓黄毛 那躲在身后的人不就溜了吗 那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对吧 他要咱们找一户人家兑货 这不太好办 一是居民可不可靠 会不会走漏风声 二是人家愿不愿意干 会不会怕罪犯报复 对 这后一点最重要 怕报复 风险太大 好 阿荣 今晚开案情分析会 你别再无视了 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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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一凉 看你要身材有身材 要相貌 可是倾国倾城 特别是你那张白白嫩嫩 鹅蛋型的脸叫人看不够 越看越好看 是吗 玉娜如果能像你一样 注意对皮肤的保养 或去美容院做做面膜 肯定比现在好 你看他现在那样 你说的不对 他们在外面生活不规律 鸡一顿饱一顿的 就连这蔬菜水果都很少吃到的 咋能皮肤白嫩呢 对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可最重要的 还是文化 她只不过是个大专生 玉娜姐比我强多了 我连大学门都没有进过 对不起 我绝不是在贬低你的文化 没关系的 事实就是这样吗 如果你俩走在一起 她像个村姑 你倒像个大学生 我家阿荣和你比较不也是一样吗 是啊 你说你家阿荣黑不溜秋的 又不爱打扮 整天穿的那么土 你嫁给她 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可惜啊 钱经理 咱们不说这些好吗 今天你找我来 不是有生意要谈吗 生意要谈 别的就不谈了 何况咱俩是好朋友 有吗 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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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月亮 最近我买进一块石头 花了两万多 从玉石表面的花纹来看还不怎么样 切开以后有人马上给价三十万 我没卖 照这么说一笔就抓二十八万 这么多呀 如果你愿意这笔生意我让给你 你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真的 如果我照顾了你这笔生意 你怎么感谢我 我请你吃饭 不 那所得的利润咱俩就一人一半 要是这样 这笔生意我自己做不就行了 那你说怎么办 这要是我们公司的小姐得到这么大的好处 我叫她干什么 她都不会拒绝我 来吧我的宝贝 来吧宝贝 钱经理 钱经理 你别这样 钱经理 你放开我 你别这样 钱包席 你看错人了 我新月灵是爱玩 爱打扮 吸烟喝酒 结交朋友什么都干 但是我是有分寸的 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 你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你有什么了不起 四只脚的婆娘难找 两只脚的女人多的是 你走吧 你会后悔的 离开你我不会后悔的 要是和你在一块我才后悔一辈子 没闪眼睛啊 人家口边按喇叭 上来吧 阿蓉 你真坏 坏死了 这么晚了 你上哪儿了 我去看朋友 说有一笔生意 一个女人 晚上在外面都危险了 平时都不这样 要么打车 要么朋友有车送 今晚朋友车坏了 阿蓉 你今晚没有事啊 我回家换套衣服 还要回去开会 月亮 我会想到你什么事啊 我会想到你 你怎么回家 我完蛋的 阿蓉 你怎么了 想你 阿蓉 也许大家正当着我呢 阿蓉 我走了 阿蓉 你不是说要换衣服吗 再说吧 能不能少抽点烟啊 一个个就快成烟干了 这我们抽烟可都是自己花钱买的 不像有些人不花一分钱就能抽咱们给的空中共产烟 还有意见 这对吗 你还强词夺理 过两天让你那位女大学生来收拾你 阿蓉 你胡阿蓉了吗 我打了十几次传呼 就是没有回音 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上次没参加训练 他就说睡着了 这次是不是又睡着了呢 也许阿蓉有什么别的事吧 别的事 他想你请假了吗 同志们 我们是纪律不对 没有纪律怎么能打胜仗呢 再不处分阿蓉 就不足以教育大家 也不足以教育他本人嘛 阿蓉是咱们对的功臣 侦破骨干 我觉得看一个人要看他的一贯表现 不能凭一时一事就处分他 我们越是对功臣就越应该严格要求 我认为啊 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阿蓉平时的组织纪律观念 向来都是很强的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事实 是啊 也许阿蓉平时很遵守纪律 可是当领导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 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 由于他不遵守时间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们能由于他平时遵守纪律 而原谅他这次造成的损失吗 阿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从来没耽误过时间 这事啊就别在意了 肖副局长批评的有道理 咱们还是继续开会吧 老陈啊 你说呢 我同意肖副局长的意见 即使你们大家不提出来给我处分 但我自己也会主动要求的 因为我当过联队干部 联里的士兵出现这种情况 我也会处分他的 你 你干什么去了 坦率的说我为的是私事 我还翻了别的单位的墙 趴到窗外监视别人 这事本身也是违法的 可我绝不后悔 我觉得 值啊 我觉得啊 这个会开不开没什么意思 不认识 首先 担的条件就不充分 再说了 这贩毒的大药案多的是呢 白徐涛 你说对不对 说实话 我也不认为黄毛这样子 跟毒王班萨尔有什么关系 别白费功夫了 是的 是 626行动主要是侦破班萨尔贩毒集团 可我们大家别忘了 我们是极毒警察 遇到贩毒的 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可是 在哪个私人家里对货都不好办 谁愿意担这个风险呢 要不让他换个条件 不行 黄毛一会咬定这个条件 要么就办不成 实在不行 到我家去 你笑什么 姐 你住的是公安局宿舍 你让人家毒贩子拿毒品上你家去 他傻 我急糊涂了 好 会呢就开了事吧 对货地点的事 我们下去再研究研究 好吗去找 就这样吧 好散会 好开玩笑 好可怕 好呀 好可怕 阿嵘 怎么睡不着 是不是因为听到了萧福的批评睡不着 看你说的 我是那样人吗 男子汉大丈夫 男子汉大丈夫 拿得起放不下 行啊 我是火将 我原来打算到你那儿给你做做工作 怕你想不开再有什么情绪 有什么事说吧 咱们说点正事 这次对货 在我们家小心开的服装店行不行 什么 你是说在有新的店里行动 是的 在小新开的服装店里对货 不行 陈队 你不相信他 你别看他讲吃讲穿爱达 可我相信这点觉悟他还是有的 你说到哪儿去了 这里有危险 你想到没有 不就是个黄毛吗 嫌不起什么大浪 不对 凭我十多年来 对 一次又一次的话证成毒贩大老板 于对我们破获了三百多起毒贩案件来看 一个女的置身行动 从来没有过 这就说明在他的幕后和他周围必然有人保护 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 还怕这些蠢贼 以后毒贩同伙报复怎么办 那也不怕 大不了换个地方开店不就得了 再说了 我阿荣也不是好惹他 如果罪犯敢动我家属一根毫毛 我就让他脑袋开花 阿荣 阿荣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与毒贩打交的过程中 时常会出现你意料不到的情况 陈队 老实说 就你说的这些 我不是没考虑过 我阿荣绝不是吃饱了撑的 拿自己的家属去冒这个险 我吃饭的时候 大家议了半天不了了之 晚上开会又没有结果 我阿荣是个急性子 这心里像着了一团火 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阿荣 我真的谢谢你 可这不是你印象情愿的事 陈队 放心吧 我这就回去做阅灵的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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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忙了一夜 嗯 时间还早 来睡一会儿 不 一会还要上班呢 你回来有事 陈队 我昨晚上想了一夜 都没想出来 这上哪去找这户居民 你不用想了 阿蓉说在他媳妇的服装店里对货 真的 阿蓉这人可真难得 可他媳妇干嘛 我不 我就不嘛 我看你是存心害我 月灵 如果我存心害你我天打雷屁 你想想 我怎么能把自己的老婆往湖口里送 月灵 我说过多少遍了 有陈队 有玉娜 我也在 还有一大批警察 罪犯如果敢动你一下 我不听 再说了 你卖你的服装 又不参与我们的行动 没事的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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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你的警察 我卖我的服装 你为什么要把我给烧上呢 月灵 月灵 毒贩子 必须要求在普通老百姓家里对货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口口声声说管不了我 可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 月灵 就求你这一次 唯一的一次 也是最后的一次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去找陈队长 让他们另选个地方 阿蓉 如果遇到什么不测 我这辈子都恨你 月灵 月灵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好 郭欣 有消息吗 现在在电路下来 下午接到时就麻烦了 陈队吗 是我 月灵同意了 同意了 谢谢你 谢谢月灵 肖副 月灵同意了 好 想到周到一点 派人帮他准备一下 好 好 嫂子 这些放哪儿啊 这个呀 就放在那边纸盒箱里就行 等完成这次任务 人家就说了 阿龙 你是功臣 你老婆也是功臣 你老婆也是功臣 功臣有什么用 功臣能当饭吃 还是你留着当吧 我呀还是卖我的服装挣我的钱 其实我也不喜欢什么功臣不功臣的 你不要吧 你不要吧 他偏偏送上门呢 就说我们基督对吧 哪个人胸前不挂一把金工章 这叫精神上富有 经济上贫穷 对吧 西涛 是啊 嫂子 这不说别人就是我吧 每个月就五百块钱工资 还得拿出一半给女朋友上大学 嫂子 说真的 要不是你开这个服装店 那阿龙哥能愁上带霸业吗 就你会说 别着急 等你娶媳妇的时候 嫂子送你一箱呆霸的香烟 那我先谢谢你了 嫂子 月亮 这次大家可都感谢你的支持 局长交代了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到时候你可要沉住气 对 嫂子 你可一定要沉住气 杨小姐 就在那个小服装店楼上兑货 好 买卖都到了这一步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这几天托人找了几户人家 他们都不干 这个女老板贪钱 我答应事成之后 给她一大笔小费 她才勉强答应了 你要是不干 我也就没办法了 我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梦 我绿色抚平所有的伤痛 我绿色抚平所有的伤痛 片段 都是我们的笑容 战时流血不流泪 恶不尽重出英雄